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开经济 然后我们再一起先念普贤行愿品的祭奏 普贤行愿品被称为华严经经中之王 所以它的功德是很大的 请合掌跟我一起念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请看讲义第一页 就你还好吧 刚才它是在启动冷气 OK 好 请合掌 然后念南摩华严会上佛菩萨的时候 请合掌 念完以后接下来就放掌 请听牧鱼的速度 好 请看幻灯片 南摩华严会上佛菩萨 阿南摩华严会上佛菩萨 阿南摩华严会上佛菩萨 我地理所在智光师 终三世一切人世 我已尽尽身于一切便利 今无与不见堂愿为身 离不见一切如来迁 一身浮现擦尘身 一便利长尘破欲尘重 尘书佛歌诸菩萨中 我终吾其他皆臣依然 身心诸佛皆充满 一切因尘埃不出今妙夜 此今与未来一切接战 佛神神功的爱意 祝祝罪神妙火满几月 度相几桑 甘如是罪神庄业 却我已公养主如来 罪不罪神相摩相守相遇的 主一切如妙高 祝罪我已公养主如来 我已广大神迹 心神行一切善事 佛心不见堂愿地 不便公养主如来 我已所造诸 也皆有无事坦诚 知重生与已知所生意 且佛尽皆藏 为释放一切诸众生 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的结束 悉事放所有世间等罪主成就 佛提着我尽一切解决 清传与无上妙法论诸佛若遇 十年盼择之臣而去 请为愿旧主察成 竟离了一切诸宗 神所有离赞供养父亲佛诸师 专法轮随随其残为主 将众生寄佛道愿将 依此生果的微相无上正法 借心向佛法计算 借耳地融通三倍 映入世无量功德 还我尽皆惜敬畏 向所有众生生口 一切我与菩萨我与菩萨我 当主是一切诸业 将其皆消灭今无 与年年之周余法 借光度众生皆不 对乃至虚空时皆尽众生机 今如世此法光 无边圈境为相依如 沙南无达根普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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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南无弥陀佛 沙南无达根普现佛 皆兜不和 知佛 沙南无达根普现佛 沙南无达根ACT 多地有多米рий淘化身 阿米рий�ke细两缓 阿米рий淘微加热Or米рий淘微加热Or requests同时 智 beings仪� stealな gi 价利作无和南无弥陀佛 也发达前者 跳地的米里多佛比阿美里多 西探佛比阿美里多 比加兰地阿米里的比加兰多千米里 接见那只多加灵萨婆可 好 各位念得很好 现在我们静坐几分钟 背顶直 身体放松 好 在静坐之前 听经之前我们最好能够静坐 或者静坐之后再听经 或者你两个方法 一个是先静坐 然后再诵经 这样你的心念会比较宁静 第二个 也可以先静坐 然后再诵经 这样子的话你的念力会比别人更清晰 同样我们大家都在念钥匙经 同样我们大家都在拜大悲惨 可是很少人去检查跟反省说 那我拜出来的效果如何 因为我们常常只是在数量上比较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呢 在我们的品质上你得去反省 所以待会一样先给各位听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我很喜欢这个圣号 因为它是由台湾一位一碗居士 依韩国潮动中而念的 而且它的音调比较慢 我们现在人心很急 为了要面对你急的心 所以你反而要念慢一点 当然有时候打佛基可能念快一点 可是现在是要把你的心给静下来 所以大家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就用心去听佛号 听佛号也是另外一种禅修 把你的心定下来 心定下来你才可能愿解如来真实意 散乱心是不可能听得懂无上 甚深深的闻佛号 所以被挺直 静坐几分钟 也请看幻灯片 想想轮回是很苦的 若这个世界没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没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没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眼睛不要全闭 现在下午如果是全闭 你就刚好睡着了 打开一半 想想我们轮回生老病死 糊里糊里的来 又要猫猫彦 非常技巧 应付财 难某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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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财 应付财 难某万事 应付财 难某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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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财 难某万事 应付财 难某万事 应付财 好 这一次讲座 我会放不同的佛号 放观世音菩萨 六支大明咒 地藏菩萨 文书菩萨 还有 般若空性的心经的咒 给各位听 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 我自己也试过 现在的人 非常非常的忙 在忙碌当中 有时候 你下了班 你已经是 累得像一条狗了 英文讲very exhausted 然后呢 想到说 天呐 我已经下班很累了 我还要做功课 你自己 就会回升起排斥的心 甚至呢 听说新加坡佛友呢 跟师傅照相 然后呢 假如他今天很累呢 就把星红法师的照片 给盖起来 师傅我今天不念 普贤行愿品了 这里说明了一个现象 就是你选错了时间做功课 今天讲经的第一个问题 Q&A 请写下来 希望你能够去察觉 你的精神是早上比较好 还是中午睡完午觉以后比较好 还是晚上精神比较好 每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有人呢 像夜猫子一样 晚上他精神很好 有些人早上他是很昏沉 有些人他是中午睡完午觉了以后 他精神会比较好 传统上说 大概在吃完饭 精神 休息完后的一个半小时 或者 在你12点要吃饭 其实11点头脑是最清楚的 因为那个时候 也就是吃完饭后的一个小时 或是还没有吃饭的前一个小时 这两段时间你是最清楚的 那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人早上四五点起来是比较清楚 所以我也看得出来 全世界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尤其各位都是很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能够像各位这样学习佛法是很难得的 但是我发现你们都是回了家 放了工 冲完凉才开始 你只想把它念完而已 不 换个方式 先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做早课 也就是说 人经过一天疲惫的身心以后 你就先冲个凉 就好好睡个觉 点完香 拜个佛 发愿完你就睡觉 假如你家人是六点起床 那你早上五点就起床 因为人的睡眠真正只有四五个小时而已 在阿罕经里面说佛的圣弟子大概晚上十点睡觉 天亮两点或三点他就起来了 其实我们睡眠真正只要呢 聪明如的睡眠在家居时大概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所以让你快要起来的时候 你是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 然后就在发梦 然后待会枕头掉下来人等也掉下去 是不是 其实你都是翻来翻去 睡觉前你也在翻来翻去 醒来的时候也翻来翻去 所以其实我们真正睡眠时间不用很多 就像你中午很累很累的时候 你打个盹 十五分钟休息闭目养神 精神就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睡饱以后 比家人早起来一个小时 然后你可以做功课 你可以诵经 然后你可以稍微静坐 以快乐的心情来 看幻灯片 为力众生愿成佛 这样去上班 不要一大早呢 是发了脾气 匆匆忙忙的 然后这个也忘了 那个也忘了 这个也急 那个也急 尤其出门之前呢 吵架是一个一天很不好的开始 你要学着调伏你的心 所以你觉得应该很高兴的 我今天呢 虽然去做功 但是我做功就是我的菩萨道 我可以跟众生广结善缘 我应该以这种 为力众生愿成佛的心去工作 那你就会很欢喜 那一切呢 你工作的时候也会很顺利 第二个 也建议各位 从第一页到五页 我发觉新加坡人越来越忙 真的是非常忙 忙到呢 就是听经文法时间也很少 回到家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 世间的事情 出世间的事情 有些联友还发心来Meta 对不对 做义工 来打扫 来煮饭 来做各种服务工作 很好 所以你跟师父都一样 是24小时 那现在呢 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师父有什么经是 消业账最快的 会发财的 所求如愿的 一切都顺利的 当然所有的经都是佛说的 佛讲每一部经的时候 每一部经都是经中之王 像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佛也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佛 多保佛也修法华经 那当然佛讲华严经的时候 华严经也是经中之王 所以所谓的王是指 弃你的基最相应的 那就是最为殊胜的意思 王不一定是指No.1 很多人都写着 那华严经是经中之王 好像就把钥匙经给比下去 不是这样解释 经中之王是指最为殊胜 最为尊贵 而且契合你的基 那从第一页到第五页 希望你能够连续念三遍 其实这是出自于 八十八佛忏悔文的一段经文 假如你能够念全部的普遣 行愿品的寄送 那更好 新加坡连友不要再跟师父要discount了 台湾的联友是要念长航文跟寄送 我来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甚至到印度尼西亚 那都是discount 第三个的promotion 不要再跟我再减价了 再减价的话 那成佛是很难的 成佛没有舒舒服服而成佛的 所以希望你能第一页到第五页 然后至少念三遍 连续念三遍 因为我们讲经有限 又不可能 又要马而肥 又要马而不吃草 又要讲经 又要教禅作 然后呢 有很多东西要讲 要回答问题 最后要点灯 这样师父是很容易往生的 没有 开玩笑 所以 但是往生神咒 希望你念二十一遍 能够念一百零八遍更好 一百零八遍只有十五分钟而已 或二十分钟 至少你念二十一遍 所以在这里 师父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希望你能够取 准备一条二十一颗的念珠 就像我这边 我这条念珠我念了二十年 往生的话 搞不好就放在故宫博物院 心弘法师念过的 没有开玩笑 就是每七颗 这样一片隔珠或一块铁 三七二十一这样子 那你可以念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也可以念二十一遍要师神咒 也可以念二十一遍 这个往生神咒 然后当然你要有一百零八颗的念珠 念一百零八遍往生神咒 那更好 所以佛教都是七的倍数 所以希望你不要选一个太贵的 不要用钻石 或是珍珠 那当然是很尊贵 没有错 可是那你掉的话 我想那你是会舍不得的 所以希望你往生 阿弥陀往生神咒 叫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陀罗尼 我们的业障就像树根一样 有很多方法可以拔除 念楞严神咒也可以 准提神咒也可以 大悲神咒也可以 六字大明咒也可以 若是西方极乐净土最为殊胜的就是 阿弥陀佛的往生神咒 然后呢 那这样的话呢 你至少念二十一遍或四十九遍更好 你自己决定 因为每个 可是念的时候要很专心 要观想 要想什么呢 现在写下来 你现在又要断气了 阴光大师说 长江生死挂心头 把你的这个死挂在额头上 你说师父 我就是很怕死呢 你却要我把死贴在额头上 对呀 明天谁在不在 没有人知道 你因为把生死放在心上 所以你才会看得破跟放得下 有时候你很想跟人家计较 其实想一想 我如果下个礼拜就断气了 其实没什么好计较的 你要把计较带到棺材里吗 对不对 有时候呢 你觉得你很恨 有一桩事情永远放不下 你现在想 我断气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 我愿意原谅他跟宽恕别人 所以听好写下来 宽恕别人跟原谅别人 是慈悲心的第一步 你说求慈悲 我们都在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会发觉 其实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都是很自私的 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公立的 有时候朋友跟朋友之间都讲利益 没有利益的时候 连朋友都做不成的 是不是 可是呢 人都会犯错 所以希望你能够原谅自己 也原谅别人 接下来原谅完了以后 也请写下来 常常要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别人 老实讲 修行是真的很辛苦 告诉各位真的辛苦 修行是很辛苦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 修行完以后呢 我也不能看电视 也不能逛街 好像功课越来越多 除非你心中得到法喜 你会喜欢参加一日禅修 两日禅修 三日禅修 可是不相信的话 下次你把自己家里 关一天好了 门口贴一个 Today is day off 然后呢 不要接电话 也不要接手机 我告诉你 你关个五六个小时 你就看到你的心发疯了 你真的很想跟别人讲 可以谁跟我讲个话嘛 然后你就很想呢 还冲出去 你会觉得你的心很恐惧跟不安 为什么 因为你生生世世都很想抓很多东西 对不对 抓妻子 抓房子 抓银子 抓儿子 抓孙子 你都在抓 因为为什么 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其实 当你真正修行的时候 写下来 刚才讲原谅自己 原谅别人 对不对 第二个要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别人 第三个要学习独立 菩萨道就是非常独立的勇者 不要太黏人家 要学习独立 注意听 独立并不是孤僻 有些人修道最后都不喜欢跟人家往来 这个也不好 那你会变成阿罗患 菩萨道的功德 再看再看 幻灯片 为利益众生愿成佛 是在你利益众生跟人跟众生互动当中 才升起功德的 这里的众生当然包含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假如你现在用钥匙经非常的精进 待会念法华经也很精进 念了一个礼拜以后 幽冥界众生来找你了 你怎么办 有人说 哎呦赶快走赶快走 你去找星红法师 星红法师功德力比较大 不是 你不是要度众生吗 他现在就需要你度 他一定跟你有缘 所以佛教的众生不是只有人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一切都是云云的众生 你不是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吗 你在拜大悲禅的时候不写拜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吗 可是你嘴巴念一念而已 可是在旁边你的佛友 你都不太理人的 你这样嘴也讲一讲 不太容易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以希望你要原谅自己 也原谅别人 第二个要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别人 第三个要学习独立 这样子你行菩萨道当中 才会勇猛精进 这是我下午呢 有感而发 我突然想讲经之前 我应该讲一讲 好 接下来看讲义 请看前言 请翻开讲义第十九页 修行的根本是心 第二个我们要圆满自立跟利他的两个大愿 所以四红试院里面有讲 烦恼无尽试院段 法门无量试院学 你要深深适适 尽未来自己努力的去学习 我刚才说过 修行其实是真的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现在都会有多元化的活动 包括我们商业精神也是这样 每个礼拜三四五要上课 礼拜五晚上有写密圆容共修 礼拜六下午有开会 明年我们希望办儿童佛学班 然后我也在培养师资 礼拜六晚上师父在的话呢 或是干部在的话 会带大家拜大悲餐 礼拜天呢 四个礼拜一跟三 我们有一日禅修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是不可以讲话 中午不可以睡午觉的 你得练习 在家居是好不容易 你说要八观哉戒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一日禅修 比八观哉戒功德更殊胜 现在很多道场喜欢办八观哉戒也很好 可是我觉得活动搞得太多了 你的心很乱 真正八观哉戒 你应该把你的心定下来 所以一日禅修是很好的 接下来一跟三我们一日禅修 二跟四呢 我们还要开会 做网站 做法宝流通 总是希望能够呢 这一生为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做一点事情 各位看到的这讲义 一把二十页也是我的学生 努力一个一个字打字的 所以呢 我常常觉得佛教徒 这支嘴很厉害 什么都不做 就是一个嘴巴很会讲啊 嘀哩呱啦的讲 可是真的叫他发心做 他什么都不愿意 哎呀师父我身体不好啦 师父我很忙啊 师父我家里有family gareling啊 师父我去度假啦 好 其实真正佛教徒 真正有愿心去做的 其实并不多 愿意做的人 就会升起广大的功德 好 现在看讲义第十九页 第一 三 十一行 显密是圆融的 因为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不同的动机 与回向的方式也不同 所以果报也千差万别 中国大德 古大德曾经说过 佛说一切法 未知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换句话说 佛说一切法 就像一切药方一样 佛是无上大欲王 要对治各种众生的病 未知一切心 比方说这几天新加坡都下大雨 很多人就会感冒 伤风 可是你知道 你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同样的感冒药 为什么 有些人是你内热很重 所以你反而是要吃什么 菊花茶 降你的火气 其实你喉咙就好 有些人是真正内感冒 受寒气 他才要吃姜汤 所以你看 有些人是喝菊花茶 喉咙舒服 有些人是喝姜汤 比较舒服 有些人你要去看医生 对不对 甚至你可能要到Chinatown 去看专业的医生 有中医生 有西医生 那西医生 大部分都叫你吃Panadol 普拿藤 其实老师说普拿藤是不太好的 举个例子 不好意思我现在又举我妈妈的例子 我举我妈妈的例子 并不是说看清我母亲 而是我母亲最近三五年她也精进学佛 希望用她的例子来升起一些功德 提醒大家 在座很多人都有妇女病 动不动偏头痛就吃一个普拿藤 待会肚子痛又一个普拿藤 待会上风又普拿藤 普拿藤是不能吃太多的 一天吃八个是最大的极限 结果我妈妈竟然吃了三十年 吓死了 那不是慢性自杀吗 我们中国人都想过年你要长命百岁 注意听 脑筋想要长命百岁 可是你的行为啊 你是在慢性自杀 所以我也希望 新加坡除了各个道场 除了有法会 然后有诵经之外 其实应该办多这样办一些医学讲座 比如说老人家有骨质疏松症啊 我们上节经社上个礼拜就有请人来演讲啊 还有呢 亲子 父母跟小孩相处的不好 亲子的教育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因为这些东西若你没有处理的很好 其实你不到到伤中会有很多障碍 好 请问 现在你假如到了感冒药中药店 难道你就跟医生说 医生 你不用看病了 我就要那一副帖 叫十全大补丸 你感冒还吃十全大补丸 吃的结果只有两个 一个是药到命厨 你就往生了 第二呢 你吃的话你会流鼻血的 为什么 同样是感冒 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师父很真心的跟你讲 不要买人参给我吃 师父没有福报 你的好意是很好 可是这不是我需要的 你们都很想供养法师 其实你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供养法师 我告诉你 师父也是半个医生 我自己学过中医 我还会针灸 我自己会照顾我的身体 你不要来烦我 我就会长命一点 哈哈哈哈 当然你来问我佛法 我还是会尽心照顾你的 鼓励你 重点是什么 我们去药方的时候 你要听医生的话 很多现在联友是这样 去了齁 都不跟医生商量 然后医生叫他回去服药 哎哟怎么这么多颗 自己就把药拿出来 就不吃了 请问世间都如此 假如你不让医生所开的药方师 你的病是不会好的 那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你吗 不 是你自己啊 伤害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妈妈呢前几个月呢 进了所谓的长庚医院 不对 庚心医院 就是基督教医院 为什么 她胃溃炎啊 要开刀啊 那因为我很忙 我的妹妹并没有告诉我 我说这种事情怎么不跟我讲 妈妈都住院了 我说万一你往生呢 那起码你要通知我 我帮你住念啊 她说哎呀不好意思啦 师父你很忙啦 你看又来假假的 我最讨厌中国人假假 假错地方了 对不对 该讲真话你又不讲 对不对 结果呢 她进去的时候 她很怕死 很认真念 求观世音菩萨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后来知道的时候 我们今次也有帮她点灯 回向 当然我的妹妹也照顾她 我也帮她诵经回向 最后呢平安出院了 出院她第一句话跟我讲 哎呀星空师 还好我活着 我说怎么样 她说轮回很苦啊 对啊 你就是遇到苦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佛菩萨 请写下来 遇到苦 你才会想到佛菩萨 你快乐的时候 你是不会想到佛菩萨的 是不是 所以苦 是你最好的老师 因为苦 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 当然苦也有很多原因 苦可能是因为 你过去的业与烦恼 所以在菩萨道当中 不要祈求一帆风顺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假如一帆风顺的话 你的傲慢心会很强 对不对 就像有些脸友 也曾经来跟我讲 师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糊里糊涂呢 我就三千步就念完了 我说你糊里糊涂吗 对不对 你想要讲什么 其实他是希望师父赞美他 答案呢 是我刚好戳他一顿了 我不会赞美你的 因为你傲慢的心啊 炫耀的心 虽然你很有善根 你也比别人精进 你也比别人发心 但是越精进啊 要越谦卑写下来 因为有横河沙树的人都在修行 有横河沙树的人 在家出家都在修行 也不是只有新加坡 在你这个团体 你修得最好 有横河沙树的人 在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都在修行 天上也有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人间也有菩萨千百亿化身 地狱恶鬼畜生 也有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 所以越用功的人啊 应该越谦卑一点 越低调一点 知道吗 好 我现在想讲一个故事 在六字大明咒我讲过 从前西藏有一个帕崩卡禅师 帕崩卡禅师是非常了不起的 伟大的人波切 他讲西藏的掌中解脱论 他也能讲入菩萨行论 那有一天呢 他被邀请到一个大的寺庙 有一万人要听他听经 结果他来的时候啊 也没有人接他 他就一个人来 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波切 他穿的呢 就是破破旧旧的衣服 到了门口呢 然后呢 他有一个年轻人 其实也不知道 他就是要讲经的法师 结果呢 他就没有人招待他 他就坐在旁边喝茶 然后呢 有一个年轻人就在读掌中解脱论 他说你在读什么 他说我在读 帕崩卡禅师啊 这个大师啊 写的掌中解脱论 他说你这个臭老头啊 你大概都没读书啊 你不知道掌中解脱论很伟大吗 他说嗯 年轻人你很用功 可是你只是读文字而已啊 你根本没有读到心里面啊 他就讲了这句话 结果讲了这句话呢 没想到待会儿 讲经之前三个小时 大家就迎请上师 大家就站起来 结果上师就走出来了 原来刚刚我骂的那个老文家 就是帕崩卡禅师 他讲糟糕了 这下 然后他就上去说法 说完法因为他连续讲三个月 住在寺庙里 因为他是一部很伟大的论很长 就像入菩萨行论一样很长 他讲了很久 可是他每天讲完经以后呢 他都会到寺庙的一个佛塔旁边去禅修 有一天 讲完经的第一天 过两三天 他看到一个年轻人 一个老人家在那边打坐 那他就想我要去考一考这个人 这个人学佛学那么久 到底如何呢 他就呢 他因为那个老人家 就坐在佛塔面前啊 就打坐 然后手上就拿着念珠 那帕崩卡禅师呢 当然看到佛塔先顶礼 他就在他那边绕三圈 绕了第三圈以后呢 故意呢走到他面前呢 就丢个东西炒他一下 再绕 绕七圈 绕完以后再丢个东西炒他 这时候他就分气了 你不知道我在修慈悲观啊 帕崩卡禅师说 对不起啊 我打扰你修行啊 你脾气这么大 慈悲观是这样修的 他就不理他了 第二天呢 他又来了 他知道这个老人家在打坐 然后呢 他又讲完经语以后呢 他就去绕一绕 这次呢 他也绕七圈 甚至绕二十一圈 每个七圈 他就故意弄个声音 丢个东西在他面前 听起来有点不礼貌 其实帕崩卡禅师 就是在考验你 这个人 你真正抓到修行的关键嘛 假如外在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干扰你 那你的称心就升起的话 其实你的慈悲心就没有 你还说你念 就像新加坡人 我在Trynautown真的听到 我真的听到他这样做 我真是笑死了 为什么都喜欢发财 也就是他真的在想的时候 满脑子不是真的想慈悲心 而是希望观世音菩萨 别人都没有生意啊 所有的生意都跑到我这家来 其实你是自私心 是占有的心 可是我们常常不诚实的去检查自己的心 后来呢 那帕崩卡禅师呢 又继续了 到了第一天 这样子作弄他 第二天呢 又作弄了他 第三天又作弄他 最后那个老人家真的发火了 就下来不打坐了 就要打他了 他说你现在的大悲心去哪儿了 他一看到他 帕崩卡禅师那一刹那 陷了四壁观音的脸 就在他面前 他吓到了一下 因为帕崩卡禅师也是主修观音法门 跟文书法门 这时候他看到帕崩卡禅师 头上啊 就有一笔四壁观音 突然春智树显了 这时候就顶礼了 他就跟他忏悔 请仁波切为我开示 他说追听下一段 你虽然嘴巴是念 可是你没有反省你的心 真正像不像观世音菩萨 请写下来 这也是我们华文佛教徒也是这样 你的嘴巴虽然念 可是你没有去反省 你的心真正有没有像观世音菩萨 真正的观音菩萨是没有称心的 是有耐心的 心是柔软的 是慈悲的 他说你知道我这几天为什么故意来吗 我就故意拿个时间东西丢你 看你会不会升起称心 假如你这一点点声音就把你干扰的话 那表示你念 那些音菩萨的功夫 根本是假的 你要忏悔 修行不是修嘴巴 是要转动你的心 请写下来 待会我会讲故事 也是今天 法花经安乐行品 其实经文你也会读 但是我希望我来这边 真正的鼓励各位是说 各位都是有善根的佛教徒 不失持戒忍辱精进 不失持戒忍辱精进 都很难得 也愿意做功德 也不失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愿意做医工 对不对 像早上在送药师经 我吃完饭在外面精醒 我也看到里面很庄严 但是啊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重点 大家只看外在的表象做什么 你却忽略了 在做这些诵经拜佛共乡 做功德的时候 看过来 你有没有转动你的心 这就是安乐行品讲 生安乐 口安乐 亦安乐 世愿安乐 否则 你会觉得佛法很有用 可是当烦恼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都用不到 答案不是佛法没有用 请写下来 不是佛法辜负了你 是你辜负了佛法 你没有抓到真正修行的关键 你没有抓到真正的修行关键 是在身口意去转变自己 你没有抓到这个关键的话 所以你就会很苦 然后呢 就像我常常讲的这句话 为了利他 我要愿意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不是在嘴巴上改 要在心上去改 你的行为去改 不要介意 师傅又举新加坡例子 有时候我去 OG Building或是Vivo City 年轻的人服务态度很差 Sorry I apologize to you 有时候我会教训他 You apologize only for your mouth not from your heart 对不起啦 对不起啦 Sorry啦 我们没有订这个货 我问他还没有其他的size 他就不太耐烦 我说假如你不是很高兴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呢 我们客人就是有问题啊 才问你啦 其实他旁边也没有客人啊 就呢 在看呢 SMS啊 看呢 iPod 还有看Facebook啊 Facebook啊 人的心都很散乱 真正我们要请教他的时候呢 他到OK 没有啦 全部都在架上你自己看咯 我说小姐先生 师傅也没有出家之前 也打过工啊 假如架子上都有的话 那废话 我还问你做什么呢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就是有不懂 才要请教你啦 Sorry啦 Pologize啦 Come back tomorrow OK 就进去了 你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所以 Please Pologize should from your heart not from your mouth 同样你今天对药师佛 对阿弥陀佛 对观世音菩萨道歉 忏悔 忏悔是要从心 不是从嘴巴 嘴巴讲讲 其实观世音菩萨 知道不知道 其实他也知道 举一个例子 像呢 假如各位 Auntie 或者Uncle 你已经当阿公跟阿嬷的人 假如你的小朋友 对不对 今天你的孙啊 又来跟你三奶 对不对 阿嬷阿嬷 对不起 我要跟你借钱 你想 这小子又来骗我了 对不对 前几天刚给他的钱呢 又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那你知不知道呢 你知道啊 但你心里会不会原谅他 你会觉得 你的心总是很软嘛 因为是你自己的孙子或孙女啊 你总是很疼他的 可是你心里想 你看这小子啊 又来骗我了 我也知道啊 观世音菩萨 你真忏悔跟假忏悔 其实他也知道 所以为什么有人忏悔 会产生力量 因为他是真心的 是从心里去忏悔 而且下一次要去改 当然 你可能呢 在改的同时 下一次内有烦恼 外有恶元的时候 你又会再犯 没错 那就继续再忏悔 不是指忏悔没有效 而是呢 忏悔会减低你负面的力量 reduce the negative power 你肯忏悔 你负面的力量 本来是十分的恶念 慢慢就会变七分 慢慢就变五分 不是一下一忏悔就清静的 慢慢的会变三分 再慢慢呢 最后变两分 到时候呢 连梦中都会清静的 所以你要有耐性 好 请看幻灯片 所以我来的新加坡 已经七八年 显密人容是告诉你 显教跟密教啊 还是一体两面 就像手掌跟手心 我知道刚开始新加坡 有些人很不喜欢密法 他有误会甚至排斥 其实各位你都修密 你不念往生神咒吗 你念大悲神咒吗 你各位也念药师咒啊 咒就是无上密啊 当然你要不要学金刚秤 或是要学唐密跟东密 那是每一个人的缘不同 可是没有一个人不修写密缘容的 接下来再看第四个 法华经最大的殊胜功德 是回小城向大城 也就是说 有些人 是多生多劫先修南传佛教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 槟城跟KL 我就发觉槟城的人呢 非常喜欢南传佛教 在地理上也靠近斯里兰卡 也靠近南印度 马来西亚的人非常喜欢南传佛教 可是很多人就会说 大乘非佛说 请问 难道讲大乘非佛说 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 所有的华人行菩萨道六度波罗蜜 就是假的吗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不对 小城批评大乘 大乘批评金刚秤 金刚秤又看不起小乘 其实这样都不好 那在这里可以说明 法华经里很特别的就是 很多的像阿南尊者 家设尊者 设立佛尊者 都是修小城的 最后到了妙法连华经 他跟佛一生 佛讲经说法 佛一生 讲经说法49年 有些经文说50年 没关系 就算50年吧 佛都出生 做王子 出家 苦心学到 30岁开始讲经说法 一直说说说说说到 80岁 他50年在说佛法 可是圣弟子 有些虽然跟他出家了 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对佛弟子 没有佛 没有恭敬心 比方说有一个叫善心比丘 很奇怪的他 佛度他出家了 佛有解释 是因为他在过去 无量节的时候 某一尊佛 发了愿 供佛像的时候 他发愿他要来要出家 经过无量节的